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少,欢迎收看本期大使观者来关站一把飞沙尔的红蝶,由红蝶玩具伤 这个有点意思啊,你能飞我也能飞,看看谁飞的远嘛 不过这个刷点的话不是特别舒服啊 这个点其实还挺好的,就是如果说上来遇到一个好抓的其实挺好的 可惜他刷点上面,因为我们看到了嘛,第一个点是佣兵 佣兵能不能抓,能抓,但是抓佣兵赚不赚不赚 甚至有的时候是亏的 就你上来秒抓一个佣兵都不赚的 这边的话一个蝶耗了一个护臂走了 他是有传送的,所以说是可以耗也好,这边看着戒尸那还行 这个蝶好像没放好,他想是穿这个墙飞过去 板子 这到时候漂亮,这边的话 这个就真的是反应快的,因为戒尸这边的一个假动作呢 动作幅度有点大了,他拉开以后再回身过来 红蝶这边的话反应够快啊,知道你是要回身下板的 叠刀带走了 也还行,毕竟是第二个点,然后红蝶这边本身就有传送 挂的话挂在这边的那个大门边 看怎么救吧 所以玩具伤应该是不会动了,佣兵的话应该来第一波救 因为佣兵当时离得比较近,红蝶应该是能够算到佣兵的位置 佣兵当时就在这边一个护皮跳开,对吧 这边有台密码机,肯定是你走了以后他毁身来修这台密码机的 所以位置是知道的,红蝶这边的话就看就是能不能追一刀 然后传送回去防守再追一刀打一个双刀 打一个双刀呢,他保平真胜 飞天落地两刀,那镜头给到佣兵 一个护皮跳过来,直接捞骂,骗一刀,好的 追,救下来,可以,无伤,不是,一刀 一刀救人 躺死角,机械师也知道自己可能走不了了,躺死角 这个位置的话不干了任何的人的密码机 前锋应该机子要修完才会来 所以说这把的话我觉得红蝶应该是平局起步了 平局应该是有的,平局应该是有的 扎正修的并不慢 然后待会看看玩具上会不会帮两个猛男哥哥去翻一些道具什么的 他们三人想要盘活一个平局其实也需要有一些道具的 这边直接传送了 B用命救是可以的 你要救你救,对吧 你救了没博命,被刀打,好的 这波传送节奏提得很好 这里这波传送节奏提完 基本上输是肯定输不了了 平的话 球人者想保,他们需要 需要很多东西啊 一来就是前锋这边 没救下来呢就没机会了 没救下来就没机会了 没救下来这边技能师的玩法操作不了 不能把这优兵摸起来摸满 然后这边前方的球就算前方不倒地,他前方的球也会被耗尽 就算不倒也会被耗尽 外面两台机子 玩具上这边应该是修台新的 然后佣兵起来以后修自己最后一台 但佣兵起来了这边传送基本上还是十几秒了 也够了 一刀,几刀,好,先挂上 然后佣兵这边补机子 红蝶的话这里看他挂哪里 挂地压室吗 挂地压室,玩具上机子修完了 他应该是准备来救人 是让佣兵救 佣兵没必要救 佣兵这边,啊,佣兵就捡了机械室的娃 然后跟自己一起修 加快一个修机的进度 活地的话开门站有传送 这里能看到人吗 好像没看到 现在看到了 现在看到玩具商 这里一刀打,五秒钟有传送 机子不够 这边找一个口子飞 飞过来 落地一刀 哇,这 这人家是一直飞进去的 我去 强鞋 诶,这 诶,这波配合没配合好呀 但是玩具商这个飞 地下室救人还是蛮有意思的 这,这,这一速啊 有点快 红蝶都跟不上 先封一波球啦 继续拖,继续拖 但是主要就是这个人在地下室 起来了也走不了 多抓了 这波在最后的配合点上面 感觉好像没配合好 当时其实救下来以后 强行摸头 红蝶这边也没什么办法的 来,镜头给他玩具商 哎呀,可惜了 他能跳吗 跳,感觉能跳一下 但是应该跳不出 出去 或者跳不了太远 游兵走了 游兵走了 门开了 这局 的一个关键点就是那波传送把这游兵打倒了 打了一个双倒 要不然的话 游兵不倒其实机子老早够了 这样的话整个局面就要好大很多 好的也是感到这个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